天下第一高手明月公主 守株待兔等来的天门三风 天门三风各个都是江湖一流顶尖高手 不若于四大门派的掌门 三人若是连起手来 恐怕就连当今的武林盟主贺云天 都得隐恨西北自叹不如 然而仅仅恢复了五成功力的明月公主 却能一招击败天门三风 一身实力不可谓不恐怖 就凭你们三只小猫也想偷袭本公主 今天供赢公主的 不光是我们三风还有我们的门主 天门门主 天门门主月龙轩闪亮登场 强大的气势让明月公主心中一惊 两人二十年前就曾见过 明月公主可以明显地感觉出 月龙轩的武功强了一倍还不止 可作为天下第一高手的明月公主 自然不会面露胆气之色 月龙轩曾派人暗算她 还在二十年前杀了江飞鱼和风无缺 正好所有的账今天一起算 听到明月公主提起鱼缺两人 月龙轩也是感叹不已 当初她对鱼缺两人的武功 可谓是在熟悉不过 本来是稳操胜券的 眼见明月公主兴致缺缺 月龙轩索性也不再废话 要与明月公主展开巅峰对决 明月公主干脆利落 率先用出了数招水龙弹 可令明月公主没有想到的是 月龙轩仅仅是站在原地 没有用出任何防御手段 就轻松挡下了明月公主的攻击 明月公主见状脸色沉重 并且全身内力形成一道飓风 将月龙轩刮上了半空 紧接着又凝聚出一颗巨大水球 威力是之前水龙弹的武备不止 月龙轩毫发无损的出现 令明月公主脸色一变 虽然她重伤未遇 只恢复了五成的功力 可月龙轩仅凭护体刚气 就能挡住她的权力一击 简直就是让人难以置信 而月龙轩装完一波十三后 也运起魅力射来地上的鹅卵石 形成了一条灰色石龙 气势汹汹地攻向了明月公主 明月公主连忙运起明月神功 用出了防御绝招以水为盾 这招以水为盾十分神奇 可以如同斗转星雲一般 将伤害原封不动的反弹回旋 月龙轩的强大让明月公主心惊不已 不说她如今只剩下五成的功力 就算是她全胜十七 也不见得是月龙轩的对手 月龙轩信奉的是趁你兵要你命 她已经试探出明月公主的底线 便决定不再留守一击必杀 凝聚出了骇人的四十米大刀 明月公主的以水为盾被一刀攻破 整个人也掉落悬崖生死不明 月龙轩虽然击败了明月公主 却也不得不敬佩万分 明月公主果然是明月公主 随重伤未遇 却还是那么厉害 幸好嫌把她打伤了 要不然纵然能胜她 我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门主 那明月公主身边的小婢女 一直在逃亏 我们要不要斩讨重根 有她去吗 月龙轩早就知道东维在一旁观战 可她需要一个火口 去宣扬她杀死明月公主的消息 因此并未对东维出手 东维这才显显逃过一劫 画面回到博尔庄 宇文普与武林盟主贺云天一战 被贺云天打成了重伤 可她依旧是贼心不死 欺骗宇文霜要带她隐居 要宇文霜在原地等她 而宇文普则是来到一处墙壁 扭动机关点燃了隐性 这条隐性直通博尔庄大厅 可以点燃大厅内的童游 有这么多武林名人 死在我宇文普手里 真是不枉此生啊